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 三十完了就是正月 确实 新的一年正式开启了 猴年已经向大家招手了 猴事早就向大家招手了 如果你意识得到的话 希望来年的股市能够让大家赚得盆满钵满 能够更加的稳定的向上走 您这话的意思是下周估计也不太好 算了 我们什么都没说 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IPF份额改革正式生效 中国话语权升至第三位 周董曼解读一号文件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早间关注A股缩料的下跌 2.92%创21年来的最大月跌幅 中信银行发生9.69亿元的票据案 已经立案侦查 国际方面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因为受贿丑闻而辞职 我们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关注一下 国内方面 1月29日 我们将会 这是国际方面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宣布利率的决定 新西兰公布联储的基准利率 还有欧元区1月的企业景气指数 都会在今天公布 好的 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把时间交给江一飞 好的阳光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 国内方面重要的时政和财经消息 自去年12月 RMF宣布人民币将会纳入SDR以来 又传来了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 时隔5年之后 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 R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 至此中国投票权由此前的第六位升至第三位 新兴市场话语权大幅提升 而该方案已经从本周二开始生效 根据该修正案 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将从3.8% 提高至超过6.07% 而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微幅降至16.5% 同时保留其否决权 改革之后新兴市场将比从此前增加超过6%的 RMF份额 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 将同时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 跻身RMF前十大成员国 对此央行也在第一时间表示 未来中方愿意与各方密切合作 支持基金组织继续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 确保基金组织成为以份额为基础 资源充足的国际金融机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IMF主席拉加德通电话 通话当中李克强说 中国政府无疑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 中国不打贸易战 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 那昨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曾经报道了 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聚焦三农问题 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 要推进农业供给结构改革 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 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解读 这让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中央一号文件以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注重从供给侧发力 将化解三农工作新的矛盾和难题 进一步的增强农业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动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呢 不是说这个粮食不重要了 它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的生产能力 那么当然粮食生产呢 要尊重市场规律 要顺应供求的变化 要实时的调整粮食的种植结构 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粮食实现12连增 粮食库存达到历史峰值 不过与此同时 以玉米为例 由于收储价高于国际水平 因此出现产量与进口同时增加的现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 此次文件提出坚持实行玉米价格由市场决定 同时对玉米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补贴制度进行改革 实行价格和补贴分离的办法 此外陈锡文表示 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等改革方式 可以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 但中国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获得这些权利的依据在于 它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所以它是依据 它是本集体组织的成员 依据它是资产和资源的所有者的这个身份 获得的这些权益 那么现在的改革包括四点在内 对于这些的转让 都还只能在限制在成员的范围之内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饭车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早间关注 今天的早间关注 依然还是要说到A股的话题 姚记得昨天啊 昨天我们复盘的时候 说的还是一个V型的反转 总是觉得说 似乎在昨天 而对前天是吧 有所期待 但是呢 昨天反弹夭折了 收盘还创14个月以来的新低 来 我们哭着进入今天的早间关注 昨天护制早盘是低开 维持一个震荡 虽然一度跌破2700 但是在上海深圳国资改革概念带领下呢 还暂时的翻红了 当时我们还觉得说 会不会像之前一天一样 也是来一个V型的反转呢 午后石化伤雄还一度崛起 拉抬了指数 但是有色金属钢铁国防军工板块 尾盘疯狂的跳水 护制一度下跌超过3% 创业版全天单边下挫 尾盘跟着主板一起大跳水 下跌了近5% 再次挑战前天的低点 护制三天累计就下跌了近10% 本月累计下跌25% 各位啊 25啊 四分之一啊 这创下了94年 那是1994年吧 8月以来的最大的月跌幅 两市全天成交3985亿元 这个量已经基本上就快要变成没有了 极大幅度的缩量 盘面之上再次满盘皆率 两市有250只个股跌停 10只个股涨停 融资方面接着到1月27号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9297.01亿 减少了212.94亿 连续19个交易日在下降 自从去年12月30号至今 两市融资累计金减少了2382.08亿 下降幅度达到20% 分析认为下午2点的跳水 不少小盘股和带有杠杆的分级鼻基金 都出现了快速的杀跌 同时由于缺少买盘 因此下跌时候价格基本都没有抵抗 直接就摊下了 成交量也没有明显的放大 缩量下跌凸显了当前市场的实际的困境 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 没有人愿意增加仓位 强反弹便相当困难 行情从原来最高点到目前也跌去了40%以上 估值也有比较明显的回归 但是现在市场主要是传量资金 以及多亿元的匮乏 那么导致了市场是处在一个持续探底的 这样的过程当中 昨天那股再创阶段新低 那么何时才能有见底的信号呢 我们来听听上海证券研究所的 首席市场分析师蔡君毅的观点 从现在市场来看的话 整体的一个趋势继续向下 而且杀跌态势非常凌厉 从阶段性低点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粮食的最终的成交量 将会萎缩到接近3000到3500亿左右 为后续进行这个终极反弹行情 会奠定这样一个基础 农历的新年呢就是在眼前了 但是股市却没有一丝喜庆的春天的气息 酷寒还在延续 A股还将面临几道坎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分级B基金的下折 昨天我们就说过 根据估算啊 昨天收盘之后 有9支分级B的预估呢要下折 其中目前分级基金份额最大的像军工B 场内份额达到90亿份 折合净值规模约120个亿 目前预计已经超过了下折预值的1% 几乎确定就是下折的 那么下折之后 分级A的持有者会得到母基金的份额 对于低风险的投资者来说 一般会选择赎回 特别是在行情如此不佳的状态下 而一旦赎回 基金经理将会被迫卖出成分股 这会给市场带来抛压 毕竟现在两市的成交额已经不足4000亿了 而与此同时 最近一年来有196家上市公司实行了员工持股计划 剔除6家没有公布具体购买总金额之外 其余的190家上市公司当中 最新的收盘股价已经跌破员工持股价的 就有132家 也就是说近70%的员工持股计划都开始出现了亏损 具体到个股来看 截止到28号跌破了员工持股 均价最多的是万达信息和武汉返股 不知道这两个公司的员工现在心情怎样 跌幅都超过60% 但是相对于暴跌股 梅泰诺新文化苏宁环球和达华智能 四家员工持股计划均大幅获利超过100% 估计他们过年应该过得挺开心 对于当前市场的行情 有分析认为 目前大盘众星在继续的下移 但是连续杀跌对空方的力量 也是有所释放的 股指的反弹意愿已经有所增强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空方情绪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心情的恢复也不会一蹴而就 短线即使出现反弹 股指回升空间也不可能过于乐观 所以投资者依然需要保持谨慎 千万不要盲目的抄底 耐心也是交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时政方面的消息 好的 杨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甘利明 2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一职 他同时否认社会传闻 表示他所接受的100万日元并非是好处费 而是正值现金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甘利明 此前被曝报曾于2013年至2014年 先后两次接受某建筑公司 共100万日元好处费 作为其帮助该公司 从日本都市再生机构获得补偿金的谢礼 甘利明在2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称 据他与秘书回忆 虽然他在2013年和2014年的确曾与当事公司负责人见过面 但会谈内容并未涉及该公司与日本都市再生机构之间的纠纷 两次会谈结束后 甘利明秘书在两件伴手里内各发现50万日元现金 甘利明令其按政治资金处理 甘利明同时表示 其秘书承认曾接受该建筑公司多次接待 并擅自使用了该公司提供的300万日元 案件详细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8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用原环境大臣石原申皇 接替甘利明担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一职 日本允许团体或个人向政治家捐赠资金 用于选举等政治活动 但所捐赠资金必须详细记录到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 日本防卫省28号首都向外界展示了日本自主研发的首款国产隐形战机X2 这使得日本机身拥有隐形战机制造技术的国家之列 该机型全长14.2米 翼展约是9.1米 高4.5米 使用了不易被雷达捕捉的碳纤维电波吸收材料 根据日本防卫省介绍 X2的制造于2009年启动 市资394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22亿元 寄身由三菱重工生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8号表示 2015年源自外部的不稳定局势 对于北约盟国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多地遭遇恐怖袭击 欧洲难民危机形势严峻 北约的欧盟国家基本停止了大幅削减国防开支 在面临重大安全挑战的形势之下 北约成员国仍然需要加大军费投入 斯托尔滕贝格说 2015年北约28个成员国当中 有5个达到了军费投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鉴于有报道称 瑞典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 遣返8万难民 对此瑞典内政大臣于耶曼28号做出澄清 称瑞典没有计划遣返任何人 瑞典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至2015年瑞典国内申请避难的人数 多达16.3万人 瑞典首相勒文去年11月宣布 瑞典已无力继续执行宽松的难民接待政策 俄罗斯卫生部长斯克沃尔佐娃28号宣布 截至27号 俄罗斯已经有107人死于流感病发症 俄罗斯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自上月以来 俄罗斯至少37个地区爆发 甲型H1N1流感疫情 俄罗斯卫生部长斯克沃尔佐娃说 俄罗斯全境目前登记在岸的流感病例中 有75%至95%的人感染的是 甲型H1N1流感病毒 斯克沃尔佐娃27号就流感疫情 向俄总统普京做了汇报 并保证疫情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俄罗斯医学专家认为 疫情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目前俄罗斯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等已采取隔离措施 疑似患者被禁止外出 各地药房的抗病毒药品和医用口罩已迅速脱销 好 稍后在7点35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从华尔街到路加嘴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车 先让我们来看出一下国内的财经资讯 中国央行宣布增加春节前后公开市场操作的场次 从1月29号起到2月29号 除了周二周四的常规操作之外 其他工作日均正常的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从1月29号起将在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商业银行债券 纳入公开市场操作 还有SLO质押品的范围 从1月29号起扩大SLO参与的机构范围 增加有储银行 平安银行 广发银行 北京银行 上海银行 江苏银行 还有横峰银行为SLO的交易商 市场人士表示 从1月15号起 央行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通过逆回购 国库现金定存 SLO SLF MLF等政策工具 向市场投放了超过2万亿元的流动性 央行操作中短期货币工具力度之大 释放货币数量之多都实属罕见 截止到27号 全国31个省区已经有全部公布了 2015年经济的数据 盘踞地区经济总排行榜 榜单前三名的依然是向广东 江苏和山东 其中广东江苏两省的GDP总量 首次卖入了7万亿的大关 2015年GDP总量迈入万亿俱乐部的 有25个地方 31个省区当中 GDP增速超过7%的 有23地 而值得注意的是 辽宁已增速3%垫底 而且创下了23年以来的最低值 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 要求做好2016年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工作 各地每季度置换债券发行量 原则上要控制在当地本地区 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上限的30%以内 财政部表示 改善地方债的流动性 推进地方债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此外通知还指出 鼓励具备多条件的地区开展在 上海等自由贸易实验区 发行地方债的试点工作 地方财政部门应该积极推动 本地区承销团成员 参与地方债的二级市场的交易 鼓励承销团成员之间 在回购等业务当中 接受地方债作为抵押 或者是支押品 近日国家能源局就可再生能源 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 提出到2020年 非化石能源的占能源消费比的总量 要达到15% 2030年预计达到20% 十三五期间 新增投资约2.3万亿元 据了解 上市规模在全面推进 西南大型水电能源基地和 三北风电基地建设的同时 光伏发电进半数规模是分布式的 未来将会出台更多的扶植的政策 而且要降成本补短板 首次专门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与储能综合运用的示范基地 等等的重大的工程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接着再把时间交给交易费 好的 杨光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今日呢 农业银行票据违规事件 被指示股市大跌的诱意诱因 而且呢 银行票据业务风险开始加剧 分手市场瞩目 有市场人士认为 票据市场监管严格 银行对于票据业务风险的排查 导致资金面的紧张 而国泰均安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则认为 票据违规事件发生之后 引发票据转贴利率最高上升 105个基点 短期对于流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事实上呢 问题是出在票据保管的环节 属于操作风险 不具有普遍性 票据市场经短期整顿之后 就会恢复正常 那虽然呢 业内对于银行票据业务风险 持谨慎乐观态度 但是银行并非唯一一家 出现票据案的这样一家银行 中心银行昨天表示 兰州分行发生票据诈填案 涉及资金是9.69亿元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与农业银行票据诈骗案 如出一辙的是 中心银行这笔巨额票据资金 也是被套取出来之后 进入了股市 业内人士分析 这更加证明去年以来 银行业票据诈骗案 可能并非是个案 而是风险的集体爆发 它可能这个行为 它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从后面的那个 监管层的意思 或者是这种银行内控的这种角度 它肯定会很严格的去排查 相关的问题 但是你说会不会形成多名 这个结论我也不敢做 而由于票据案发生 有媒体报道称 银监会日前下发 关于票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将降低风险业务全口径 纳入统一受信范围 同时完善绩效考核 防止资金空转 并要求各机构 要全面加强票据业务的风险管理 严格按照业务权限 交易对手准入清单 和同业受信额度 开展同业票据业务 相继认为 从农业银行与中信银行 相继爆发票据案来看 银行相关业务的流程 存在严重问题 这么大的体量的资产的凭据 它都被人替换成报纸 你这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 这是你业务流程 你疏于管理 第二就是说你的人员 你的人员就是说 他为了实现这件事情 他可能上上下下打通了很多人员 可能牵扯到很多的这种部门 一族宝 泛亚 大大集团等持续引发的P2P风波 正引发连锁反应 根据媒体报道称 农业银行已经于1月22号 发布关于立即停止 与违规违约支付机构合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严禁各级机构 为P2P等各类网络借贷平台 提供任何网络支付接口 严禁合作第三方支付机构 将我行任何的网络支付接口 提供给P2P等各类网络贷款平台 那么目前P2P端口 这是一个单一行为 还是会引发银行的体系效仿呢 严媒体报道 浙江被复称 已经接到关于P2P行业 农行通道关闭通知 并于1月26日前 关闭P2P等行业的农行支付渠道 目前包括易保支付 会付天下 保付支付 通年支付在内的 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以响应农行要求 不过 记者就此消息 向农行及第三方支付求证 农行方面回应称 正在跟部门合时 会付天下 对此不予置评 目前是没有可以 分享的一个内容 变评论就这样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P2P平台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各银行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 排查力度也将加大 而第三方支付公司 对于向P2P平台 开放接口的态度 也逐渐谨慎 虽然市场传闻 有部分大银行 开始对P2P行业 做出一些限制 但目前其他银行 并未实施像农行这样的 相似举措 觉得这只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行为 我们认为就是规判 肯定是第一位的 那么现在这个 大家对政策 就持不准 未来细则出来后会怎么样 其他银行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也有过接触 可能在这个方面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 的一个说法 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 还是比较有限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 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海两会 在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 专题审议会的现场 来自一线的代表们 纷纷就目前统筹 城乡发展所遇到的 瓶颈和障碍问题 建言献策 近期地方两会相继召开 最引人注目的是 房地产的去库存的问题 这被许多省份 省市都列入了议事的日程 进行了专题的讨论 很多地区更是拿出了 具体的政策措施 其中在广东省两会期间 多位政协委员建议 取消大城市的限购政策 进一步促进 大城市结构性库存的去化 这一设想很可能成为 未来房地产区库存的 政策实施方向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表示 一季度有望集中发布 一批宽松楼市的政策措施 但分城失策是 未来的主要方向 近期一则 关于深圳银行 限制中介炒房的消息 广为流传 虽然业内人士认为 该消息即便是属实 对市场的影响也很小 但是银行的动机值得关注 在一线城市 房价显著上行的背景之下 未来政策可能会有所收紧 近期这则 四大行深圳分行内部规定 收紧面向中介群体的 房贷政策的消息广为流传 比如中行 原先中介员工申请购房贷款 只需在深圳连续缴买一年社保 现在则需要三年 而且必须是公积金组合贷款 建行则规定中介买房首付一律四成 业内人士表示 此举意在限制深圳地区的投机炒房行为 并没有普遍性的实质影响 比如同为一线城市的上海 目前房贷就尚无变化 银行的房贷政策还是延续2015年的政策 2016年还是暂时没有任何调整 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要调整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 虽说目前这只是个针对性的政策 但是银行行为背后的动机却不容忽视 不排除银行有可能会受到监管层的指导 再尝试通过收紧贷款的方式 限制一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 2015年信贷的方面 这方面的一个支持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从政策的一个口风来看 2016年的话 就是房价还是有这样一个上行的 这样一个压力在 那么其实也是给一个房地产的 一个楼市调控提出这样一个 从井从淹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从这点来看 就是某些环节会做得比较严谨一点 那么房价的一个上行的空间 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制的 本月一时 星展银行和红利金融集团签署了一项 长达15年的区域人寿银保合作的协议 市场覆盖中国内地 香港 新加坡和印尼 这是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 在亚洲合作的又一大案例 外资加大了布局银保市场的 基本格局未变 星展在亚洲市场拥有600万客户群 旗下拥有零售银行 财富管理和中小企业等网点布局 合作后 星展的客户将通过200多家分支机构 以及互联网和移动银行平台 触及到红利提供的人寿健康险产品及解决方案 红利集团近年来加大中国市场创新和数字化的投入 通过此次合作 双方未来15年将共同投资1亿元新币 用于数字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开发 The $100 million is really to go beyond the normal level of investment that we make in this partnership So specifically things like the digital sales tools, customer websites, customer mobile sites we're able to leverage a lot of the investment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made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Singapore and bring that cost effectively into China 请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接着我们要进入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从克里米亚危机开始 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 加上原油价格一路下挫 美元持续升至 俄罗斯的经商环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那么俄罗斯目前的状况该如何来解读 未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又将去向何方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将和嘉宾来为你们聊一聊有关于俄罗斯的话题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 从华尔街到陆家嘴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 石油成为昨天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能源局长诺瓦克周四表示 欧佩克最大的成员国沙特已经建议 每个产油国最多减产5% 以帮助清理过剩的库存 并且支撑不断下跌的油价 他还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佩克国家会谈 讨论减产问题 那受到这个消息的推动 油价迅速拉升 布伦特运游机会价格一度大涨超过8% 然而布隆格稍后的报道称 欧佩克代表否认了存在类似的减产谈判 油价涨幅随即大幅收窄 那许多的市场人士也对于协同减产协议 持怀疑的态度 有观点认为产量下降5% 所造成的收入损失 可能会大于油价上升量美元 所带来的收益 接着再来关注美国 美国商务部隔夜发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12月份美国耐用品订单 比前一个月下降5.1% 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 0.2%的皮弱的耐用品订单数据 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美元因此撑压下行 那当天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 下跌0.42% 那在汇市尾盘跌至98.49% 市场中间关注 美国去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 将在今天发布 届时的投资者将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状况 有进一步的了解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开始嫌弃此前七年牛市的美股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 目前的标普500指数的空仓规模 约占到流通股总量的4.4% 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标普1500指数的这样一个空仓占比 也是创出了2012年以来的新高 坚定看空美股的 法国新银行分析师爱德华兹 预计美股还会在开年的首个交易周 大跌的基础之上 下跌约65% 其理由是美国工业生产的根基不稳 可能已经体现开始衰退的秒头 新年以来美国股市大幅下挫 有恐慌指数支撑的VRX显著飙升 本月平均值达到了24 不过高盛经济学家则是认为 该指数荣然成立于正常的交易范围 意识着投资者预计 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速会较为缓慢 但是并没有预计 今年可能会发生经济衰退 此前一天 债王Bill Gross表示美联储已经失去了方向 经济在一至两年之内将会陷入衰退 据了解VRX指标的警戒区是大于25 并持续攀升 从历史上来看 在经济增长停滞和不增长的时期 VRX就处在这个范围之内 好 接着再来关注巴西 高盛集团首席拉美经济学家 拉莫斯昨天表示 巴西的经济危机在进一步的恶化 目前巴西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表现不佳 各主要的经济指标都比较的差 以前说起10这个数字 巴西人首先会想到求新贝利 但是目前想到的可能是通货膨胀率 以及失业率等比较差的经济数据 通货膨胀率超过10% 经济收缩吞噬就业机会 使得巴西面临非常严重的衰退风险 幸运等级也是被一降再降 好 刚刚我们关注了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 美股三大指数隔夜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收涨的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是达到了0.7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6% 而表补败指数的涨幅是达到了0.55%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第一财经 驻纽约记者葛威尔 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大商主持人 隔夜脸书和亚马逊领涨每股 脸书公布财报好预期股价大涨超过15% 一日之内的CEO扎克伯格的身价大涨60亿美元 过去12个月脸书的股价涨幅达到43% 不少分析师都惊叹于脸书的业绩增长 并将之与2000年初的谷歌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是 自今年初以来 以脸书 亚马逊 Netflix和谷歌为代表的 去年大涨的科技类股表现都差强人意 隔夜这些公司的股价齐齐上涨 分析认为脸书的财报利好增强了市场 对于这些增长型企业的信心科技类股 有望开始反弹 另外 卡特皮勒公布的财报显示 美股盈利74美分较预期好处 5美分 营收不及市场预期 但是得益于有效的成本控制和重组改革 卡特皮勒对2016年的业绩展望 要好于目前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 公司股价大涨4% 另外 阿里巴巴公布的财报利好上季度的 营收上涨32% 隔夜早盘高开一度上涨接近4% 不过随后回途涨势走低 不少美股的分析师都把阿里巴巴的业绩 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相连结 并认为阿里的增速将可能会在下季度 继续的放缓 过去12个月 阿里的股价下跌达到31% 而今年初以来的跌幅已经超过17% 非常感谢博尔给我们带了有关于宏观方面一些观点的分析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 到独家嘴 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在宏观方面将重点来聊一聊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局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好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 视频论员马一行女士 马女士早晨好 我们知道从克里米亚危机开始 西方对于俄罗斯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制裁 那俄罗斯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自足 但是后来发生了石油的一个大幅下挫 石油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波动 再加上美元的一个持续升值 和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资本流出 新兴市场国家 金庄国家 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的经济 已经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困局 可以说就连是普京 他现在也是愁眉不展 很难去立刻地解决 眼前的这个经济危机 应该说俄罗斯确确实实 是因为油价的下行 包括经济的放缓 以及西方的制裁综合 方方面面的这些 对它的不利的因素 导致目前俄罗斯的经济 也确确实实进入了一个 比较困境的这样一个阶段 应该我们看到的就是 俄罗斯这个现状 总体来看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不会最终没有解决突破的 这样的一个途径 最终这个问题还是会解决 但是可能会延迟到明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总体我们现在要看到的短期 特别是今年俄罗斯的经济 可能还会面临一个 进一步的下行几个 可能0.6%左右这样一个幅度 这是一个市场普遍的一个预期 而且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些对它不利的困境 也是短期内会胶着的一个状态 首先就是说 因为08年 因为国际的这样一个经济危机之后 俄罗斯的经济是在 快速的当时时点产生一个放缓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2014年去制裁了克里米亚 吞并了克里米亚 然后又军事切入了乌克兰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导致制裁 而且它当时的这种强硬 进行的反制裁 所带来的就是 因为本身俄罗斯的经济 是以进口经济 同时进口一些消费品为主的 这样一个阶段 加上原油 因为俄罗斯的原油 70%是在经济层面提供支持 还有天然气等能源的出口 对 这些方面应该是对它的经济 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资本的外流 导致俄罗布的贬值 从去年的5月份到现在 基本贬值了接近50% 然后俄罗斯的股指的指数 也是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已经下出了超过30% 虽然就是目前是有质问的迹象 当然说我们要看到的这个 有油价的反弹 有方方面面 应该是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 这样的一些策略 也确实能够短期能够控制 经济的大幅的震荡 但是总体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现在内忧外患还是不断 一个是说制裁和反制裁 现在已经是进一步切到了 它的附近的邻国乌克兰 而且应对于西方的这样的一个 油价的再次的反弹 那么西方国家更多的是在舆论层面 以及和它的敌对国层面上 展开了更多的合作 所以也对它有更多的不利的 这样的一些局面的产生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 在国际舆论方面对它前期受益 去刺杀前特工 那么在这之后 最近又爆出来 那么美国的财政部相应的人员 又公开的去指责它 相应又是一些贪腐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 虽然这一个目前没有证据 表明它比如说游艇也好 或者是大型的这样的一个 接近十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供电 包括其他的一些在收藏品 各方面的这样一些贪腐的证据 没有 暂时没有 但是西方国家目前时间 去推出这样的一些消息层面上 对它的不利 那肯定是比较刻意 或者是故意的这样一个行为 而且因为俄罗斯目前也 大家知道的爆发了 比较大规模的这样一个 甲型HIN1的流感的疫情 对 血伤也好 对 应该说对它是 确确实实是血伤加霜的 未来应该在这些层面的解决上 以及国内的一些情势 包括一些困境的解决上 都给普京比较大的压力 那我们看到国内 其实俄罗斯的这个经商环境 一直在整个的全球范围之内 并不是非常的好 很多的外国的企业 并不是非常喜欢 将俄罗斯作为自己第一的一个 就是作为自己首选的一个市场去介入 因为俄罗斯本身对于外资企业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对 而且应该说 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产生之后 俄罗斯内需也在收缩 同时包括对于外资的投资者 内境的一些投资者 都加强了一些新的限制 特别是对于一些集权 这些方面的加强 比如说限制媒体 比如说限制一些民间团体 商业活动甚至一些就是在经济层面上的这种不利的举动 也导致了它在国际层面上融资的进一步的艰难 一些银行也好 国内的商业企业 大型商业企业也好 在国际层面上融资的难度非常的大 所以这些方方面面 使它的营商的环境更为的恶化 再加上它国内的经济的改革也趋于停步 这些层面上应该是它目前 首先或者说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油价开始反弹了 那么对它确确实实会有一点的好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西方层面上的舆论压制 包括沙特的否认减产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 也使得油价限速的涨幅就收窄了 对 所以油价的反弹不会一蹴而就 会是一个反复震荡上行的这种局面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内忧外宽之下 那么普京可能首先要应对的就是 把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目光 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目光转向国际 所以他可能目前首要的要解决 和乌克兰的冲突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好 一个是国内的舆论会对他的支持率再次上升 同时一些不利于他的这样的一些杂音可以更好的消除 同时可以引导俄罗斯的经济更多的向经济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说俄罗斯面临的可以说 现在是内忧外患的一个困境 国内经济放缓 需求放缓 国外舆论压力 还有包括一些经济制裁 是非常的严厉 加上俄罗斯本身的制度缺乏一些活力 难以刺激经济的投资消费 但是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 他还是要解铃环区系铃人 从最开始的根源就是从乌克兰危机来入手 使西方对于他的制裁减少 并且使他整个经济需求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 所以说这是目前俄罗斯需要走的 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强硬的这种政治表态 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能不能做出让步和妥协呢 那确实是也是比较考验领导者的智慧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稍后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 持续为您关注俄罗斯未来经济的走向 好 非常感谢蛮女士这一时段对于宏观方面 其实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点评和分享 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观点和话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盘面了解一下 各业领导者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 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板块 基础材料 通用事业 科学技术 消费品和工业品 是领导者的板块 我们再来看到个股 各个方面呢包括服装太阳能行业和应用软件 是领导者的各股的来源板块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这个服装板块 Under Amoral是上涨幅度22.59% 目前的价格是84.07美元每股 美国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运动品牌服饰 安排公司呢应该说一个是服装方面受欢迎 同时呢它在一些管理和对外的这样的营销策略方面 也确确实实在进行一些长组的改革和进步 从去年的12月份我们知道它就有一系列的动作出来 首先就是更换首席财务官 那么接下来又和MBM在个人健康 以及包括健身的领域展开了合作 那最近也就是今天 之所以它出现这样非常明显的上涨 也是因为一则消息 和道森强森公司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全面的合作 这个协议的签署是它这次上涨的一个主要的驱动的一个力量 所以在后面来说 这家公司的持续的一些对外的营销的扩展 渠道的开拓 应该是会对它未来的营销 以及公司的业绩的盈利的空间的扩大 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些作用力 那我们看到这个体育板块的个股 其实我们说的非常的多 这个还是因为它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营销策略 有比较好的未来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加入 所以说这个公司是值得关注的 而且这个品牌好像在国内也是市场打开的比较的好 很多的健身俱乐部 还有很多的健身爱好者 其实都比较青睐于这个品牌 好 非常感谢马女士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路加子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公司方面的最新的相关的情况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要说的两个板块 一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汤瓶板块 还有一个板块呢 是来自于这样一个能源板块的一个相关的个股 那我们在了解这两个板块之前 先来听一听有关于公司方面的情况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Amazon Amazon周四公布的财报显示四季度每股收益为一美元 大幅不及预期的1.56美元 营收呢也是小幅低于预期 尽管Amazon云计算业务迅速的增长 但是美股收益大幅不及预期 股价在盘后一度暴跌15% 目前呢 跌幅是略有收窄 去年美股指数表现平平 但是拉成美股的龙头之一的 Amazon牛气冲天 全年飙涨122% 韩国IT巨头三星电子去年第四季度遭遇市场寒流 两大关键部门移动设备部门和半导体部门 均是出现了利润下滑 导致公司去年四季度的净利润 规模是同比下降了40%至3.22万亿 韩元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受到不利业绩的打压 三星电子在首尔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昨天下跌2.55% 那今年以来 该集团股价累计下跌9.13% 德意志银行昨天发布业绩报告显示 2015年总收入为335亿欧元 以上年增长5% 税后利润为68亿欧元 创下历史记录 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德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德营称去年下半年紧急做出的重组决定 是造成企业第四季度 及全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 雅虎关闭其在墨西哥和埃克廷的办公室 可能将启动针对整个公司的裁员计划 那此前有报道称雅虎正在准备在全公司 范围之内裁员1000人 相当于其员工总数的10% 全球首辆无人驾驶的百度车 周四在荷兰小镇上路 这款名为Vport的电动汽车 可以拿载6名乘客 运营的路线长仅200米 时速18公里 Vport是全球首个 获准在普通公路上行驶的 无人驾驶交通工具 项目技术总监表示 这一试点项目未来几个月还将扩大 最终将会在一条长达6公里的路线上 来运营 全面投入运营之后 时速将可达到25公里 好 刚刚我们在浏览了全球公司动台之后 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 关注一下汤品品牌和能源板块的相关投资机会 今天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这个金宝汤 视频板块的一支个股 上涨幅度1.33% 另外要说的是康索尔能源 是煤炭板块的个股 上涨幅度0.4% 我们先来说这个金宝汤 金宝汤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汤品的品牌 而且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说 这样一个细分的这样一个视频板块 很有意思 在香港市场上卖得非常的好 它每年在香港市场会有数亿观的销量 应该是香港市场的主流的一个品牌 如果是香港人的话会比较知道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应该说有100多年的历史 历史非常的悠久 而且呢一直是长生不衰 所以很多的商学院是把它作为一个 非常成功的案例来介绍的 那为什么它成功 归结起来我觉得应该主要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它在质量方面非常过硬 另外一个就是在营销方面 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奇思的妙想 那比如说在质量层面上 它有这个HACPP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权威的这样一个质量体系 瞬间杀菌 而且是无菌的包装 也就是说不按防腐剂的情况下 常温还能保存12个月 那一般来说这个是很难达到的 另外在营销方面上呢 它非常注重培养铁杆粉丝 也就是比如说社区扑货 校园 然后未成年人 那用这样的一些抽奖也好 或者是你集取它的卡 然后大时候去兑换奖品 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些方式 也带来了它非常好的一个 持续的盈利的空间 我们知道就是说 从去年11月份之后 这支个股股价就开始上扬 而且应该是从中期的角度上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虽然就是短线可能会有所震荡 那么比较有名的事件 最近就是涉及到一些转基因的打印 那么市场非常排斥 在自己的食品上面去标注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目前呢 因为联邦法庭方面 对这个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所以呢 金宝汤就排斥任何的竞争 对手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主动的 我就是要在我的食品上标注 说明它确确实实销量非常的好 根本就不担心这样的一些事件 那么今天介绍它呢 这是从一个大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去入手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号文将要出台 那么所对应的就是在农业层面上 虽然因为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相对比较低迷的影响呢 主流的品种和全方位的不太可能出现影响 但是呢 因为农业层面上一些细分的品种 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资金的潜入的 比如说像一些养殖的 还有一些种子的甚至林业方面 大家可以适当地去关注到一些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出来 大农业的概念 是的 那我们知道大农业的概念当中 其实细分量有好多 我们今天说到是食品板块 是属于比较末端的上游的这样一个大农业的板块 那下游的板块呢 我们刚刚你提到畜牧 养殖 还有这个林业 种业等等有好多的板块 那我们该更关注是下游板块 中游板块还是上游板块 我们该怎么去从这个大农业的细分板块去入手 因为我们切入从美股切入到的是A股 那么A股市场呢是资金层面推动 所以呢资金关注 那么这样的一些细分群众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机会 特别是持续的资金流入的 所以我就是持续的关注到了农业方面 刚才提到的一些畜牧的养殖 然后一些种子 然后一些林业方面 确确实实是由一些资金开始切入的 但是同时我们要关注的时候 建议大家从下而上 那一些个股方面 而不是整体系的这样去关注 因为毕竟现在市场还是偏弱一点 好 非常感谢马女士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能源 能源煤炭板块这支个国 今天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能源板块 尤其是煤炭 我们知道煤价现在还是低位 徘徊很低迷和油价一样 是属于这个需求放缓的大宗商品类别 是 从国际层面上来说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因素 就是刚才提到的油价的反弹 因为油价已经开始反弹 而且应该会持续的时间 虽然可能中间不会那么平坦 顺利的一直往上走 但是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油价的上行所带来的 就是一些替代能源会有机会 原来给大家提到过的 一个是煤炭石油 包括一些新能源的品种 所以煤炭应该是里面非常 在A股市场在供给侧改革之后 会交替和产生叠加作用的 这样的一些品种 国际层面其实也是 刚才提到的这家公司 它也是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 开始反弹 那么我们A股市场之所以要提到这些 就是因为供给次改革之后 去产能化的来临 会加速央起试炼的进一步 对于去产能方面的一些策略和方式方法的运用 所带来的一些并购的机会 是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到的 因为两周以来持续煤炭板块 是有明显的资金的增强沉淀 特别是在市场相对来说 还低迷的情况 一直是流入状态 那么这种供给侧改革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短期一定是会对股价产生推动的 但是当然如果从中期长期的角度上来说 未来应该是会使产能进一步的 相对来说减少所带来的 应该是还是对煤炭产生不利的影响 比如像刚才提到的看大公司 因为它是美国现在四大煤炭公司里面的 一个比较大的标普里面唯一的一家 经过11年之后 这几家公司明显的股价下挫已经超过90% 另外就是这家公司也是因为受到股价下挫的影响 现在的市值只有18亿美元 所以未来因为我们国内有特别特别多的煤炭公司 去产能化的推进阶段性的利好之后 那么中长期其实还是我们要看到 未来在环保以及去污染层面上 所带来的一些相对来说偏中性的这样的影响 所以总体要操作的话 还是从阶段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从波段的操作方式去入手低位潜伏 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好的 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操作 低位的操作 好 非常感谢妈女士 这里是给你一个精彩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到陆家嘴 那今天播出内容 你可以通过你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第一财经经营查看 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此外你也可以到 荔枝和喜马亚电台搜索第一财经经营收听 前面最后来关注一下 前几天2016春夏巴黎高定时装周上 备受业界瞩目和期待的 知名品牌神奈奥登场亮相 在巴黎大皇宫内 完美诠释了高定的简约自然风 一起来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 李克强强调 中国政府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出口 更不会打贸易战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字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 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1月28日凌晨落下帷幕的美联储1月的议席会议 几乎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暗兵不动 而随着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以及美国自身经济的疲软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指数的数据显示 市场目前预测美联储今年可能只有一次加息了 而且时间应该要推迟到下半年 某科士单地华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美联储在3月份再次启动加息的概率 已从去年年底最高水平的50% 下降到本次联储会议结束后的18% 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减弱 为中国汇率政策转向提供了时间 在与美元脱钩的同时 央行的汇率政策也有必要更多服务于国内经济 在汇率暂时稳定后 当务之急是人民币汇率应该转向参考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 中期宏观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虽然近期在岸与香港迪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 但主要是央行在干预外汇市场和打击跨境套利等方面措施的加码 稳增长才是当务之急 汇率政策不应成为新的主要风险因素 看来不是我不明白 实在是世界变化快 原本去年还在说美联储今年可能有四次加息 现在就剩下一次了 美国当地时间1月27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正式生效 至此 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将会从3.8%提高至超过6.07% 由此前的第六位升至第三位 而美国的投票权份额是微幅的下降到了16.5% 同时保留其否决权 这次改革之后 新兴市场将从之前增加超过6%的IMF份额 中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 将同时与美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挤身IMF前十大成员国 对此 央行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欢迎 表示未来中方愿意和各方密切合作 支持基金组织继续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 确保基金组织成为以份额为基础 资源充足的国际金融机构 央行在公开市场再施新政 大力确保春节期间流动性的合理和充裕 央行昨天公告说 将会加大春节前后的公开市场操作的场次 央行表示 从今天起到2月19日 除周二 周四常规操作办 其他工作制均正常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同时 从今天起 央行还将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商业银行债券 纳入公开市场操作和SLO吃押品范围 同时将增加有储银行 平安银行 广发银行 北京银行 上海银行 江苏银行和汇丰银行 为SLO交易商 业内人士称 此举有利于改善流动性 结构性分布固均 解决部分机构质押品不足的问题 为春节期间短期流动性投放做铺垫 保持流动性合理均衡 同时 也彰显出央行 稳定春节期间流动性的决心 央行本周继续通过逆回购 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本周竟投放4400亿元 实际上 资金面紧张程度 自上周五以来已大幅改善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当下影响流动性的因素更加复杂 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场次也正当其实 接着进入每周五播出的早间有约 早间有约 记者的视角看新闻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要闻 仅在本周央行就释放了5900亿流动性 那在此前的两周呢 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已经接近2万亿 积极货币政策的信号是十分的明显 在本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呢 中央决定将处置僵尸产业作为去产能的重要抓手 而由此引发的包括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呢 引来了市场的一个强烈关注 中央一号文件本周出炉强调一个农业供给侧的改革 同时要解决一个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 这么一个问题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重点话题 工业牵手互联网会产生什么 在本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中国制造2025加互联网 这个概念一提出来 产业界人士就十分兴奋 一个退休的老司长就跟我说 制造业是国之根本 在他看来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呢 将对中国的经济升级和转型产生重要的这么一个影响 而此前的互联网的一些融合 在他看来呢都不及这个融合的意义重大 当前呢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世界各国讨论的一个热络的词汇 那前几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样子的呢 以及各国处在第几次工业革命呢 我为大家梳理了一个工业革命的发展简史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在18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呢 是以蒸汽为标志的 机器取代劳动力呢 是一个重要的推进生产力的方式 到了19世纪的后期呢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开启了一个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时代 大约又过了100年 在20世纪的中期呢 以电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 那在这个时期呢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产生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推进了人类这个生产力和信息的一个发展 2011年德国提出了一个工业4.0 由此为序幕呢 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是开启一个物物相连的时代来到了 同时呢物联网等概念呢 也现在是各个国家讨论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从这个发展轨迹上来看呢 每一次工业革命大概相差了100年 包括像工业4.0 物联网提出这些概念的美国 德国等国家呢 已经是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道上 但反观中国啊 我们很多的产业依旧处在一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 也就是强调一个规模化和一个低成本这么一个时期 那这200年的差距我们要如何迎头赶上呢 来看看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首先从政府制定的目标来看 首要就是要推进一个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制造 有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这三话其实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标志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加的过程当中呢 政府是要同时推进第二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同程度的进步 再看一下第二点 政府提出要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技术等等 这样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的这么一个推进 那此前呢包括像大数据云计算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 此次在提出的像工业互联网工业云等呢 有了更多的专业性 同时呢他也将更好的服务到制造业中去 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生产动力 这也是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目标有了 政府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 目前呢市面上主要是一些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一些这种工业指导的这么一些政策 那昨天的常务会议上呢提出了两项政策也特别值得大家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项就是国务院决定要抓紧发布智能制造等 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和规划等这么一个措施 在去年呢工信部提出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一加N规划 这么一个规划的要即将发布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出11个规划的落实呢 意味着这个N即将落地 更多的政策也将密集的发布 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那第二点呢是设立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专项基金 同时启动一批重大的标志性项目和技术改造的一个工程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专项资金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专项资金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大型国企 以及一些核心的竞争力都将关注到这个领域 同时对于市场呢也有着一个明显的吸引作用 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旋风性的风潮 形成新的一轮产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中国制造2025加互联网能带来什么呢 我们到国外买马桶盖这么一个历史需要多久来终结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好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了今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聚焦三农问题 文卷明确提出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 要推荐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国庆办昨天举行发布会 对于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解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中央一号文件 以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注重从供给侧发力 将化解三农工作新的矛盾和难题 进一步增强农业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动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不是说粮食不重要了 它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的生产能力 那么当然粮食生产要尊重市场规律 要顺应供求的变化 要实时的调整粮食的种植结构 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粮食实现十二连增 粮食库存达到历史峰值 不过与此同时 以玉米为例 由于收储价高于国际水平 因此出现产量与进口同时增加的现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陈锡文表示 此次文件提出 坚持实行玉米价格由市场决定 同时对玉米的价格形成机制 和补贴制度进行改革 实行价格和补贴分离的办法 此外陈锡文表示 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等改革方式 可以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 但中国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获得这些权利的依据在于 它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所以它是依据 它是本集体组织的成员 依据它是资产和资源的所有者的这个身份 获得的这些权益 那么现在的改革包括四点在内 对于这些的转让 都还只能在限制在成员的范围之内 近期的地方两会相继召开 最引人注目的是房地产去库存问题 被许多省市列入一时日程 进行了专项讨论 很多地区更是拿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专家预计一季度有望集中发布一批宽松政策 分成实测将要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2016年1月18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意见指出 对房地产企业所得税 预售收入的计税毛利率 由20%调整为15% 非普通住宅商业车库的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由3.5%调整为2% 普通住宅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执行1% 而在广东省两会期间 多位政协委员建议 取消大城市的限购政策 进一步促进大城市结构性库存的去化 这一设想很有可能成为 未来房地产去库存的政策实施方向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各地在密集发布去库存政策 预计后续各省都将针对房地产库存 出台不同地度的对策 整体看 一季度有望集中发布一批 宽松楼市的政策措施 但实施力度将不同 分成失策是本来的主要方向 近期一则关于深圳银行 限制中介炒房的消息广为流传 虽然业内人士认为 该消息即便属实 对于市场的影响也很小 但是银行的动机值得关注 在一线城市房价显著上行的背景之下 未来政策可能会有所收紧 近期这则四大行深圳分行内部规定 收紧面向中介群体的房贷政策的消息 广为流传 比如中行 原先中介员工申请购房贷款 只需在深圳连续缴买一年社保 现在则需要三年 而且必须是公积金组合贷款 建行则规定中介买房首付一律四成 业内人士表示 此举意在限制深圳地区的投机炒房行为 并没有普遍性的实质影响 比如同为一线城市的上海 目前房贷就尚无变化 银行的房贷政策 还是延续2015年的政策 2016年还是暂时没有任何调整 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要调整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 虽说目前这只是个针对性的政策 但是银行行为背后的动机却不容忽视 不排除银行有可能会受到监管层的指导 再尝试通过收紧贷款的方式 限制一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 2015年信贷的方面 这方面的一个支持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从政策的一个果封来看 2016年的话 就是房价还是有这样一个上行的 这样一个压力在 那么其实也是给一个 房地产的一个楼市调控 提出这样一个从井从淹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从这点来看就是某些环节会做的比较严谨一点 那么房价的一个上行的空间 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制的 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 要求做好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各地每季度置换债券发行量 原则上控制在当年本地区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上限的30%以内 财政部表示改善地方债券流动性 推进地方债投资主体多元化 此外通知还指出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 开展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发行地方债试点工作 地方财政部门应该积极推动本地区承销团成员 参与地方债二级市场交易 鼓励承销团成员之间在回购等业务当中 接受地方债作为抵押品 这里是财经述说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首先要说到的是GDP的事 截至到27号 全国31个省区已经全部都公布了2015年度的经济数据 所以在盘踞这个榜单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一个一个看 经济的前三名依然是广东 江苏和山东 其中广东江苏两省的GDP总量首次迈入了7万亿 这么大一个数字的关头 2015年GDP总量迈入万亿俱乐部大关的25个地方 35个省区当中GDP增速超过7%的有23个地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辽宁已增速3%垫底 而且创下了23年以来的一个成长的最低值 来自国家质检总局的消息说 中国与韩国 中国与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实施满月了 预计可以为中国18612家企业的出口产品 享受澳洲和韩国的关税减免约2.84亿美元 可以实现首月的开门红 2015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迄今中国签署并且实施了自贸协定的已经有14个 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 好 马上要过年了 我们来说一说出境旅游的事 近日世界旅游组织发布了一个年度的统计 统计显示中国去年全国的出境游人次达多少 1.2亿人次 今年春节的境外旅游人次预计会达到600万左右 中国继续稳坐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的游客来源国的宝座 据报告同时又指出了 从2004年以来中国出境游的花销总额 或者花钱总额每年都是两位数在增长 中国人老有钱了 消费力那真是不可小觑 有预计就显示 像今年春节的黄金周 国人出境游预计人均消费支出将会达到1万元 而且往往春节期间的出境游 可能花起钱来会更加的大手大脚一点 因为中国人更有习惯传统 在春节期间多花一点 多买一点 好了 解读完今天数据 稍后进入今天的市场指南阵 好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市场 周四全球股市涨跌不一 美股收高 油价上涨以及企业财报 业绩强劲推动美股上扬 接着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25.18点 报16,069.64点 涨幅为0.79% 标普外指数上涨10.41点 报1893.36点 涨幅为0.55% 那萨克综合指数上涨38.51点 报4,506.68点 涨幅为0.86% 那欧洲股市下挫 因为罗氏业绩令人失望 重压了保健股 而且欧元区银行股也是承压走软 亚太股市多数上涨 但是日经25指数 逆势下跌0.71% A股昨天反弹夭折 失手了 再次创出了14个月的新低 创业版的全天单边下挫 尾盘跟随主板 大跳水 跌幅将近5% 再次挑战前天的低点 互指三天累计下跌将近10% 本月已经累计下跌25% 创出了94年8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两市全天承销3985亿元 较前一天大幅缩量 融资方面截止月27号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是9297.01亿元 减少212.94亿元 连续19个交易日下降 自去年12月30号至今 两市融资累计减少2382.08亿元 下降幅度达到20% 从万德资金流向数据来看 昨天的护身两市资金净流出222亿元 截至目前两市资金已经连续7天净流出 累计流出金额高达1590亿元 从行业资金流向来看 昨天28个升万一级行业 全部为资金净流出 其中的净流入金额最大的前三行业 分别是计算机电子机械设备 从个股资金流向来看 昨天资金流出的金额排名前三的个股 分别是万达信息金正股份多幅多 金额分别为3.83亿元 3.43亿元 2.02亿元 另外昨天两市有515只个股为资金净流入 资金净流入金额排名前三的个股 分别为华丽家族中国石油神农基因 金额为8590万元 8138万元和7565万元 委牌资金流入金额排名前三的个股 分别为民生银行 零钢股份 钢钛控股 金额分别是 3057万元2720万元和2516万元 根据统计 截至1月28号 已经有787只个股收盘 创出6月中旬大盘见顶以来的新低 其中信亚达 恒生电子等个股跌幅最大 跌幅分别高达79.31%和77.15% 广日股份 中国银行等个股市盈率最低 分别为4.25倍和5.3倍 安钢股份 南山旅约等个股市盈率最低 分别为0.63倍和0.66倍 A股再次创出阶段新低 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借底信号呢 对苏布莱听听上海政策研究所 市场研究分析师蔡俊逸的观点 从现在市场来看的话 整体的一个趋势继续向下 而且刹跌态势非常凌厉 从阶段性低点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两市的最终的成交量 将会萎缩到接近3000到3500亿左右 为后续进行这个终极反贪行情 会奠定这样一个基础 说到市场再度下挫 分级基金再次迎来下这个潮 在1月26号三支分级基金下折之后 昨天可能有9支分级基金 触及下折确值 分别为易金融币 军工币 新能币及医疗币 网金币 一带币 医疗币 新能币及高铁币和军工币 好 接着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 东正期货的周冰庆 请再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冰庆早晨好 早晨好 昨天指数是再度的低开振到午后 也是走势再度转弱 上阵指数的话 昨天下跌了2.92% 收盘在日内的低点附近 市场整体情绪依然比较低迷 目前的话 市场的风险偏好正在急剧的转弱 抛售盘的涌出 实际上是对于新增资金入场 是非常的缺乏信心 虽然央行也是利用诸多的货币工具 和公开市场的操作 来维持资金利率的稳定 但是人民币贬值的预期 也是撤走了央行货币宽松的空间 再加上目前这个临近年关的时间点 流动性丧失的问题 难以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那在没有任何利好出台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指数短期的底部 仍然尚未探明 达东商品方面的话 昨天是涨跌户线总体呈现出 一个浓强公弱的格局 像豆粕 菜粕和油脂类等品种收场 而此前反弹势头比较良好的罗文刚 昨天则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过程 基于厄尔尼诺造成的季节性减产的预期 棕旅游期货的价格近期表现得比较强势 特别是从上周触及到60日均线以来 已经是连续的收扬线反弹 但是受到进口增加需求较差的影响 目前国内的棕旅游港口库存正在累积 整体数据是处于一个历史同期的偏高位置 这将使得棕旅游反弹的幅度较为受限 那我们预计棕旅游期价将在4500到4800元每吨 这样的区间展开震荡 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 昨天日内的话金价是有所回调 最低下探到1111美元之后是日内缩减跌幅 从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方面来看的话 也是喜忧参半 首先美国的初请失业金人数继续下滑 持续保持在30万下方 但是12月的耐用品订单月率却是意外的大幅下调 同时12月的计调后的陈屋签约销售数据 也是增幅要逊于预期 那么结合之前美联储维持这个利率不变的决策来看 在美元回落的支撑之下 目前金价是暂时在1115.6美元每盎司附近盘整 好的 江亦菲 好的 谢谢 请继续来关注市场 根据新股发行计划 陆燕一样今天将进行网上申购 发行价格为18.65元每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1255万股 申购上限为1.25万股 中间缴款为2月2号 公司主营药品是中药影片 医疗器械 还有疫苗等分销以及医疗零售的连锁 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陆燕医药 莆田仓储物流中心等四个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2012年至2014年 陆燕一奥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6.87亿元 55.2亿元 62.99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0.91亿元 1.09亿元和1.11亿元 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1.94 参考行业最新的市盈率为35.68 根据上交所网站昨天晚上的消息 南方传媒网上发行有效的申购户数为780万1791户 有效申购股数是1144亿7368万股 配号总数是1亿1447万3680个 回波机制启动之后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1329% 这也是新年新规则下中签率中的最高的个股 另外东方时尚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出炉 中签号码共有45000个 高兰股份1月28号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公开显示 该股在新股申购过程当中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58万6314.72元 共计是10万2211股 作为新规之后的第一个新股 高兰股份的中签率创下了最低级率 在1月26号晚间 有四家公司发布股权质押风险公告 并紧急停牌后 1月27号一家中小板企业大东南 同样因为原因从当日下午1点钟起停牌 短短18个交易日 大东南的股价下跌了42.56% 几乎是腰斩 按照1月27号收盘价测算 在发生股权质押的1358家公司当中 已经有1039家公司在30%质押率 160的预警现在假设情况之下 出现了紧急补仓的情况 目前的米英森是补仓缺口最大的公司 根据万德资讯数据 自2015年起共有1399只个股 被6978次股权质押 涉及是1881.58亿股 参考市值高达3.35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1358家上市公司 仍然有1587.83亿股未解禁质押 涉及参考市值为2.81万亿 根据统计于27号 有23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高管等增持的公告 从增持的时间来看 中国武艺的第一大股东 奥特加的大股东 滨江集团的控股股东 还有七星铁塔的控股股东 矿达科技的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 以及中国西电的控股股东等 均在当天抄底了自家股票 一边是股权质押风险接连出现 少数上市公司大股东忙于停牌应对 另外一方面是各类资管产品 董坚高等大幅增持自家的股票 虽然各类资金不断的增持 但是个股仍然没有止住下跌的脚步 这些资金也接连陷入到套牢当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员工持股计划 就是一类 目前正遭遇大面积的浮亏 那根据万德数据显示 近一年以来 共有196家上市公司 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 剔除6家未公布具体购买总金额之外 其余190家上市公司当中 最新收盘股价已经跌破 员工持股均价达到了132家 也就是近70%的员工持股计划 都开始出现了亏损 当然也有30%的员工持股计划 逆势大幅获利 那具体个股来看 截止到28号 跌破员工持股均价最多的 为万达信息和武汉返股 跌幅都超过了60% 而大幅下挫超过50%的 也达到了14家 虽然业内对于银行票据业务风险 持谨慎乐观态度 但是农行并非是唯一一家 出现票据案的银行 中信银行昨天表示 兰州分行发生票据诈骗案 涉及资金是9.69亿元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与农业银行票据诈骗案 如出一辙的是 中信银行这笔巨额票据资金 也是被套取出来之后 进入了股市 业内人士分析 这更加证明去年以来 银行业票据诈骗案 可能并非是个案 而是风险的集体爆发 它可能这个行为 它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从后面的那个监管层的意思 或者是这种 银行内控的这种角度 它肯定会很严格的去排查 相关的问题 但是你说 会不会形成多名诺 这个结论我也不敢做 而由于票据案发生 有媒体报道称 银监会日前下发 关于票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将降低风险业务全口径 纳入统一受信范围 同时完善绩效考核 防止资金空转 并要求各机构 要全面加强票据业务的风险管理 严格按照业务权限 交易对手准入清单 和同业受信额度 开展同业票据业务 相继认为从农业银行 与中信银行相继爆发票据案来看 银行相关业务的流程 存在严重问题 这么大的体量的资产的凭据 它都被人替换成报纸 你这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 这是你业务流程 你疏于管理 第二就是说你的人员 你的人员就是说 他为了实现这件事情 他可能上上下下打通了很多人员 可能牵扯到很多的这种部门 尼苏堡 泛亚 大大集团等 持续引发的P2P风波 正引发连锁反应 根据媒体报道称 农业银行已经于1月22号 发布关于立即停止 与违规违约支付机构合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严禁各级机构 为P2P等各类网络借贷平台 提供任何网络支付接口 严禁合作第三方支付机构 将我行任何网络支付接口 提供给P2P等各类网络借贷平台 那么目前P2P端口 这是一个单一的行为 还是会引发银行的体系效仿呢 绿媒体报道 浙江被复称 已经接到关于P2P行业 农行通道关闭通知 并于1月26日前 关闭P2P等行业的农行支付渠道 目前包括易保支付 汇付天下 保富支付 通年支付在内的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以响应农行要求 不过记者就此消息 向农行及第三方支付求证 农行方面回应称 正在跟部门核实 汇付天下对此不予置评 目前是没有可以分享的一个内容 变评论就这样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P2P平台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各银行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排查力度 也将加大 而第三方支付公司 对于向P2P平台开放接口的态度 也逐渐谨慎 虽然市场传闻 有部分大银行 开始对P2P行业 做出一些限制 但目前其他银行 并未实施像农行这样的相似举措 觉得这只是一个难度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认为就是规判肯定是第一位的 那么在现在这个大家对政策 就吃不准 未来细则出来后会怎么样 他银行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也有过接触 可能在这个方便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说法 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还是比较有限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方幸福 首席分析师黄岳 请大家点评一下今天有哪些消息 可能会对于市场的交易产生影响 黄岳先生早晨好 好的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消息 李克强拉下来通电话 强调人民币不存在贬值的基础 我们这次电话里也谈到了 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全球经济的复苏 还是出现一定的困难 另外从中国经济来看 其实结构调整还是在进行之中 特别是供给车的改革在进行之中 所以人民币来看 应该长时间保持一个稳定 不存在贬值的基础 更不会因为出口 进行贬值性竞争 所以从这点来看 其实未来降息降组的概率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对股市来看 资金供应相对还是比较紧张 第二条消息 我们看看财政部各地置换 规模上限为30% 我们各地的地方债的任务 今年其实还是比较重 其实中央也给它花了一条红线 就不能超过30% 主要还是考虑 整个地方债务的杠杆不能过高 特别是对金融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而从我们过去的时间来看 其实银行券商 其实债务问题里面 牵涉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所以严控地方债务 也是为金融稳定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证券市场 还是在这个去杠杆去泡沫的过程之中 所以地方债务的这个稳定 也是为银行稳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这三条消息的主要还是 这个1039家公司股权增压出现了这个预警 这个随着股市的下跌 很多的公司给这个银行券商增压的这个问题 逐渐显现出来 这个有的公司呢进行了这个停牌 有的公司呢进行了回购增持 以及补充现金等等 但是最终的问题呢 还是要二级市场 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市场环境来解决 这个否则的话 这个问题呢还会继续演绎之中 那么很多公司呢可能因为没有现金 补不出这个资产 所以强行平仓 这也对二级市场产生更大的压力 随着股市的下跌 这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所以投资者在看到二级市场的问题的时候呢 也要关注一下这些问题 对二级市场很多的股票会产生影响 那么一旦这些股票下跌的话 其实也就是连锁产生一个杠杆的效应 所以控制风险还是要放置在第一位的 第四条消息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上市公司看到多家公司的股价跌得很厉害 所以进行了回购 最近呢是有三家 其中一家啊就是美科美家啊 美科美家的这家公司呢 美科家居呢主要还是做以家居为主的这业务 从过去的他的业绩来看呢 应该还是可以 只有现金还是比较充裕 所以他通用了一亿到四亿的资金啊 进行回购 回购以后啊 这个进行注销啊 这说明他的现金流比较充益 同意呢 同时啊 回购注销以后缩小的股本 提高了美股的业绩 也是对于上市公司股价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另外两家呢 主要还是金融基电 新湖中保 也是采取了回购预案的这个措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市公司的通过 不但努力啊 在这个维稳股价 所以投资者对于现在来看呢 还是耐心等待 等待一个中线啊 机会的到来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黄远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彩新早班车 稍稍休息 稍要继续 北京时间8点40分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券商言报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新业证券的言报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2016年的一号文件 再度聚焦到三农问题 新业政权认为 新政策发布会利好土地流转 以及农村互联网普及背景下的农资服务板块 报告就指出 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土地流转 继续有序的推进 会带动农业生产性服务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提升 互联网家等创新模式驱动大农业的变革 农资龙头企业依托原有线下的优势加紧改革转型 由农资销售向农资服务 农村电商农村金融消费娱乐等多个领域来拓展 可以持续打开发展空间 继续看好农资服务板块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像金正大 史丹利 新阳峰 新都化工等等 好 再来看一下 博爱证券发布的中药行业的研究报告说 本周市场大幅度下挫 市场情绪一度失控 所以大家要吃中药 不是 他们认为估计中枢的持续的下跌 中药板块2016年的动态市盈率 它们已经降低至了120倍 业内内部的优质个股 已经进入了价值投资区间 在市场风格存在一定转换可能性的背景下 配置价值属性增强 那么相对于估值较高的个股 认为转型依然是医药行业 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成长方向 所以高成长和真成长的个股值得关注 维持行业的中性评级 个性的个股方面 希望大家来关注像中芯药业 季川药业 康美药业和天力士等等 在屏幕上都列了 好了 看完了研报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重要的公司公告 新ST金化发布了2015年度的报告 2015年纽亏赚了2.44亿元 营业收入是6亿元 同比减少了57.38 这个百分比 基本每股收益是0.3593元 公司已经向上交所提出了撤销 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的申请 唐德影视公布了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案 拟发行股票不超过30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 用于补充影视剧业务的营运资金 公司原理开发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97.97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50亿元 用于补充影视剧业务的运营资金 博威合金发布了重组的预案 公司里通过向定向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以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 宁波康奈特100%的股权 交易作家15亿元 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的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亿 同时公司还公布了2015年度的利润分配的预案 是你时转时再派现金 复兴医药的公告 公司接控股股东复兴集团通知 复兴增持了公司A股股份281.2万股 本次增持之后 复兴集团持有公司9.23亿股的A股的股份 分别占公司已经发行A股总份数的约48.33% 和已发行股份数的约39.01% 好了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亚太开盘和今天A股市上的消息 好 这一周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 马上连线到第一财经驻香港汽车航语 好 您早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亚太早盘的最新情况好吗 早好 亚太股市今天早盘是涨跌户线 其实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股市开盘上涨 日本股市涨幅0.67% 但是韩国股市今天开盘是微跌0.1% 现在开盘一段时间之后 韩国股市跌幅扩大 同时在日本今天方面也公布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 一个是12月份失业率数据继续继续维持在3.3%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至于其他的一些经济数据也普遍符合预期 但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 1月份东京地区核心CPI却转为下跌 跌幅0.1% 而原本市场预期应该是上涨0.1% 这也反映出日本现在在刺激通胀方面 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同时日本央行今天将会公布利率决议 现在预期的央行应该会继续维持 早前的量化宽松规模不变 不过就比较关注央行 目前对于经济的最新情况解读 于飞 谢谢航语 继续来关注有关于互港同方面的消息 昨天的互股通创出了近5个月 进版用新高后出现了净流出 当日余额为133.42亿元 净流出3.42亿元 港股通余额97.89亿元 净流入7.1亿元 昨天的港股横发扬 是早盘突然暴跌90% 受大跌影响 横发扬申于10.36分紧急停牌 称要发布一则有关于内幕消息的公告 横发扬申是停牌前 爆0.034港元 较上日收盘价 0.395港元 暴跌91.39% 横发扬申CEO杨永仁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公司业务正常运作 也与个人财务无关 公司股价暴跌 或与股东被折仓有关系 现在正在了解原因 根据港交所资料显示 新政国际持股达到29.72亿股 占发行股本14.84% 市场传闻某大户融资盘 被新政国际保追的 这样一个追保展期 没有成 因而造成了股份的平仓 和股价的大跌 好 接着我们再来连接到航运 航运公介绍 不好意思在你所了解到的 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好吧 好 因为你说的没错 这个横发扬升 昨天是股价暴跌 当然它这个只是 在昨天股价暴跌的 其中一只中小盘股之一 现在市场人士 也在分析 为什么这些小盘股 在昨天突然下跌 有可能是猜测 有可能是由于 最近的市场的资金面 比较紧张 所以资金会率先 从这些小盘股当中撤出 而现在临近春节的资金情况 应该也会进一步的紧张 所以现在市场人士 更是高度关注 有关的这些小盘股 那当然我们在香港 整体大盘上看 最近两天 香港股市大盘 都是温和上涨 累计涨幅达到100多点 而至于今天 现在市场人士 预期可能会整顾 目前没有什么 特别利好的消息 会带动港股 会明显反弹 在这个ADR显示 今天香港股市 应该会高开 小幅高开0.2% 另外一个市场 比较关注的板块 就是一种券商股 有多支券商股 都发出业绩快报 其中包括了 海通跟中信证券 他们的这个业绩 最新表示将会去年 多赚1.05倍和75% 另外呢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中资券商股 在香港市场走势 还是比较低迷 所以预期今天的 这个业绩快报呢 可能在对股价上呢 并不会有太多的支持作用 与非 好的 非常感谢航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踩进早班车 请锁丁迪踩进 稍旧到的是 晨会观察 好了 接着我们来连线的是 国泰军安期货研究所的毛磊 你好毛磊 你好主持人 对于近期这个股指期货的投资 你有什么建议 好的 那么昨天的话 市场是继续缩量回调 从消息面来看的话 农行中行的 中信的这个票据诈骗案 是人在发酵 那么由于这个涉案资金呢 是被投入到了一个股市 那投资者呢 也是担忧其引发 这个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那此外呢 伴随这个股市的回调 有关这个股权之压 筑集这个强频线 包括这个股票投资产品 以及融资盘的这个强频 清盘的个案是持续的增加 也是继续打压这个风险偏好 那么就利多消息来看的话呢 昨天三点以后呢 这个人民币是出现一个回升 央行呢 近期也是将维持这个公开市场 操作的一个常态化 那不过呢 在这个整体 投资者信心比较匮乏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投资者对于这个利多消息呢 是不敏感 而对于利空呢 才会放大这个担忧的情绪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消息面呢 是没有能够出现 这个超预期的一些利多 那短线呢 可能继续将偏弱一个调整 那么从股指期货的一个操作上呢 还是一顺时而为 避免这个逆势拆底 那么除非后期出现 这个明确的一个 触底企稳的信号 那么再逐步进入一个多单 好的主持人 商品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伦敦金方面 那么周四凌晨的美联储 这个议席决议 虽然是相对的鸽牌 但是并没有超出 这整体的市场预期 那在全球避险情绪 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伦敦金目前已经是 升至两个多月来的一个高点 短期呢 技术上看是面临这个 上方的200日均线的一个压制 此前呢 也是多次上攻未果 那么如果基本面 没有出现超预期 利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市场可能短线 很难有这个明显的 一个新一轮大涨 不过呢 当前这个受到 避险情绪的一个影响 以及这个欧央行 宽松等因素的一个推动 包括美国的经济数据 可能也是有所起伏 近期呢 可能还是 伦敦金将蓄势 等待这个上攻的一个时机 首先呢 试探这个 上方200日均线的一个压力 WTI原油方面 那么近期 国际原油是出现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 目前呢 已经是回升至这个山州的一个高点附近 隔夜是传出这个消息称 沙特是提议所有产油国减产5% 那么据称的欧佩克与其他这个产油国将在2月份的召开 部长级的一个会议 可能是采取减产的一个措施 短线我们认为在这个严寒天际空投回补以及这个消息面的减产预期的指引下 可能会继续出现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走势 不过呢 减产协议是否能够达成 我们对此是持这个保留的态度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多个国家的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博弈 先减产的可能是意味着这个经济的一个损失 或者是市场份额的一个缩减 因此呢 这个价格连门那个达成可能是比较困难 那么市场在这个情绪反应过后呢 可能将重回冷静 届时呢 市场将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好的 谢谢毛磊 接着我们来连线的是光大保德性基金经理高红华 你好高红华 主持人早正好 各位观众早正好 这个过去一个月都跌了25%了 对于经济大盘走势 你是怎么判断的 我们是觉得大盘的一个下跌趋势还在延续 所以短期内大盘还会下跌 那么创新低的可能性 概率是加大 然后我们是觉得 静等一些信号的一个出现 然后在大盘会自然寻敌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 其实全球的一个资金流下追踪 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数据 截止到1月27号 其实EPF2的一个跟踪数据显示 发达国家已经是 结束连续三周的一个资金流出 出现今年首次的资金净流入 那么新兴国家已经连续了 13周的一个资金流出 那么最主要是美国已经连去第四周的大幅资金流出了 那么中国经历了资金净流入之后的话 然后最近也有 净流出之后也最近也有点净流 净流入 所以我们是觉得随着全球的一个资金流量 也可以看到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趋势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昨天的话 李总理是跟国际货币组织总裁 拉加德的一个通话 他是就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 进行了深入的一个交换意见 那么李总理表示 当前处于深度调整中的世界经济 错证复杂 那么恢复的一个动力不足 不确定性也很强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是我们从今年年初一直以来 我私的策略是一直对美国加息 我们只看一次 然后我们是觉得在过往的一个年份之中 是全球央行都在放水的过程之中 包括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况 不确定性较强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在欧央行也有可能放水 那么在加拿大政府和 都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我们是认为美国是没有能力是加息的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也提出了去年中国经济是6.5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 他也是想表明中国经济还是处于可控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本周进一步央行加大了一个公开市场的一个操作 那么央行今就是昨天史无前例的一个宣布 将增加春节前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个场次 并扩大SLF的一个质押品和参与机构的一个范围 这意味着爱月底之前降息的概率几乎是没有了 我们是觉得本来我们就看爱月底之前不可能降息 因为现在的降息降准的话 都有可能会对汇市会产生波动 所以央行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我们觉得有三点 第一点是当时迫于汇率的一个贬值的压力 货币政策避免出现强烈的宽松的信号 同时的话这样子也是不意义操作 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是觉得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一月份是惨淡的 但是我们觉得从过往的数据的话 可能二月份会有好转 谢谢高洪华 不过听上去总体都不太妙 我们来汇总一下今天权威机构的观点 光大宝德信认为短期大盘将延续下跌 大概率会创新低 就是还要再低 市场目前处于阴跌走势 群体之路更加漫长 国泰居然认为 七指的投资者信心偏弱 应该顺势而为 伦敦经蓄势上市200日均线的压力 WTI原油震荡在反弹 好了 今天晨慧观察就和您一起关注到这里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更多今天资讯可以关注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 另外如果你想随时随地浏览更多的独家和及时的财经资讯 来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手机客户端